火桥土,火桥山,今年中家不存钱 火桥房,火桥路,今年没得被我住 我叫香泉,今年十岁 我住在一个叫火桥村的地方 我总爬上高巴的山坡 想看山的另一边 但终于忘不到边 姐姐告诉我山的那边有高楼 高高的楼楼 有大汽车,有超级大的大汽车 有山上的灯光比星星还亮 有很快的马龙,我可以到处到处跑 我真想做一个大大的飞机 飞到外面的时间去 我叫香泉,今年二十一岁 毕业后我回到了河桥村 成为住村工作队的一员 我想帮助村民做点实在的事 用自己的力量改变河桥村的现状 村里已然从泥泞的土路变为平坦的大道 曾经平吉的土地里结出了丰硕的粮食 村里道路两旁现代化小楼林立 而是梦想已经实现 但我想要的未来不止于此 我离开是为了你 回来也是为了你 香愁的味道是落耳不绝的童谣 每一声腔调都回荡着河桥的心跳 龙窗也有楼房住